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日海洋战略出台强化岛屿保卫 尖端技术开发资源 在世界范围内 日本是第一个从海底成功分离可燃兵的国家 在海洋资源开发方面被寄予很高的期待 另一方面,日本的安全环境日益援近 必须坚定地保卫日本领海 基于此,政府措施同心智力 与海洋政策制定就显得十分重要 安倍晋三 综合新华社店 日本政府26日上午召开内阁会议 通过了作为日本今后五年海洋政策方针的海洋基本计划 日本将根据这一计划推进海洋资源开发 并加强日本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体制 再见